第八百二十三集 好 陈家家主点头 看向二代弟子的代表陈炳荣笑道 杀了叶陈 遵命家主 陈炳荣满脸笑意 旋即转头看向身后的四十位入神镜强者 笑道 叶陈力量基本上耗尽 我等出手废掉叶陈便可 没错 血天门血枪也笑道 废掉叶陈 情而易举 师弟师妹们的死 为我们做了铺垫 我们可不能辜负他们了 今天要废了叶陈 边上单顶派单剑也是如此想法 叶陈 你纵然再强 一人击杀三百多位强者 还有能力占我们吗 我们看长老盘算的底线 甚至根本不用想底线 光是我们二代弟子 就足以击杀你 之所以不杀你 是看在你瓶头的份上 饶你苟命而已 叶陈 你算是头号小白脸了 居然能让这么多太上长老 忌惮你的瓶头 你这软饭算是吃上天了 陈炳荣手持一柄长枪 悠悠哉在上道台上 挥长枪指着叶陈道 你最多只剩下十分之一的战力 我一人可勤你 敢战吗 陈炳荣一身入神境四层天的战力 手持五品仙剑 虽然比之前死在叶陈手下的 道前和单生都要弱得多 但是叶陈呢 他击杀三百多位强者 他还能剩下多少力量 还有多少战力 五分之一 都算高估 叶陈是金身霸体七阶 没错 但这也是有极限的 不代表气血之力永远不尽 除非是大盗之力的盗运 只要身不死 才是源源不绝 可是叶陈从刚才到现在 大小这么多战 一直没有动用大盗之力 显然他的大盗断了 要是没断 绝不可能不用大盗之力 否则 他一旦动用寂灭之道的力量 多少人 都会在瞬间被他打成白骨 所以叶陈已经是苟延残喘 这个功勋和名誉 我刘炳荣了 小白脸 吃软饭 吃软饭也要有资格吃 叶陈冷哼一声 杀意绽放 你是陈家家主二孙子是吧 好 今天你陈家灭定了 寂灭魔枪 杀 叶陈亲自搏杀而出 灭魂魔神枪中 蕴含出大量的寂灭之力 彻底包裹住了刘炳荣 还未反应过来 边上三十多位入神镜强者 已经强行插手 一饼饼掀气飞来 营绕在擂台之上 凶险程度 可比刚才那一战要猛烈得多 那三百多位弟子中 能伤到自己的不到十个人 但是这些人 每一个都可以伤到自己 可不容易对付 寂灭 叶陈抓着刘炳荣 背后硬扛着十五位 入神镜强者猛攻 他左手蕴含着庞大的寂灭之力 一巴掌扇在刘炳荣的脸上 顷刻间将刘炳荣 从一个二百多岁俊逸青年 彻底变成了两万多岁的垂垂老头 一巴掌扇掉了刘炳荣的寿员 如今的叶陈 寂灭之道彻底蜕变为寂灭大道 随意一击都蕴含着寂灭之力 可以消失敌人一万多年 到两万多年的寿员 除非河道镜以上 那些不在乎寿员的人 否则谁和叶陈打 无论输赢都逃不了好 刘炳荣被扔飞出去 全身血肉干枯 只剩下一口气了 他凝望着如若魔神般的叶陈 大杀四方 心都凉透了 谁说叶陈已经废了呀 哪个废人能有这么厉害呀 很快 刘炳荣生机消失 彻底死绝 边上 一阵阵爆炸声传出 无数擂台的碎片纷飞而出 叶陈倒飞滚落在地上 鲜血淋漓 他赶忙爬起来 刚一起来便受到二十位入神镜强者的猛攻 肉身都被杀得伤痕累累 一下狠心抓住一个入神镜五层天强者的长枪 还未来得及反击 便被其他入神镜打飞出去 原本便已经历劫 此刻在面对这么多强者 焉能不败 废了叶陈 叶陈挺不住了 快加把劲 废了他 废了他 三十余位入神镜强者 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 丝毫不给叶陈一点突围的机会 上场四十五位入神镜强者 被叶陈击毙五位入神镜四层天 五位入神镜五层天 其余弟子最弱都有半步入神镜 最强的更有入神镜六层天 如此阵况 朱杀叶陈都绰绰有余 若非太上长老和门主们下令 捕杀叶陈 否则纵然全力出手 叶陈的肉身恐怕已经被打爆 擂台一连串爆裂 无数金属碎片 如若雨帘般洒落在叶陈的身上 他硬扛三柄七品仙气 一拳击杀三位入神镜四层天 却被其他人打飞金血纷飞 滚落在地面上 不行了 人太多了 我的力量不够了 双拳难敌四手 小黄和血龙也都受伤 更不可能 他只能沟通轮回墓地 兵剑仙尊 借我些力量 不要太多 恢复原本的情况就够了 好 兵剑仙尊随手打出一击寒光 落在叶陈的身上 笑道 一一对几十对几百 可是极好的历练 你有如此志向 我自然帮你 零五大陆中 不少家族的确会培养 实力超绝的后代 可不会让后代面临 叶陈这般局面 一一占几十占几百 几十上百次险境还生 鲜血遍地 但但这份胆气 这份意志便是极为不错了 此子补凡 很快 外面叶陈窥然翻身而起 周身爆发出一股极致的光泽 瞬息间恢复到了巅峰层次 他攥紧灭魂魔神枪 一枪刺出无数寂灭之力 和杀戮之气涌出 汇聚成一条长形漩涡 直接将数十位入神镜强者 笼罩进去 旋即一阵阵鲜血飘洒而出 十五位入神镜初期的强者 陨落 废了叶陈 他的底牌用尽了 哈哈哈哈 他的底牌没了 周围的弟子神色癫狂 疯狂攻杀叶陈 大家都知道 叶陈有底牌 可以将实力短暂提升到神王境 那时候纵然是八派老祖 齐上阵都不是对手 但是现在 叶陈的底牌用了 没错 底牌用了 直接恢复到巅峰了 那意味着 他没有下一次恢复的机会了 如此良机 废掉叶陈算是彻底耗尽了叶陈的底蕴 杀 杀 剩余十七位入神镜各种爆发出自己的绝学 配合自身仙气飞出 半空中仙气显化出各种虚影 银龙腾空 朱雀翻腾 玄武拓海 白虎滔天 更有应龙和百灵鸟等等凶兽虚影喧化 煞时间将大半个擂台都占据了 仙气显化 由仙气气灵主导 所蕴含的上古神兽的血脉 所化成的虚影 虽然没有灵武大陆人们的血脉显化那么强 但如此盛况攻杀之势 纵然击杀入神镜七层天 恐怕也足够了 寄灭佛国 千兵剑阵 叶辰也爆发出自己的最强两道攻击 同时将灭魂魔神枪和诸神剑祭出 一片片璀璨药木的兵剑直飞而出 同时更有万千寄灭佛文涌出 连续击报以尊尊虚影 寄灭佛文贯穿七八道虚影 相应的仙气爆裂 将主人炸得喷血暴退 无数兵剑击射而出 洞穿了其他十来尊虚影 更将他们的主人一一击杀 以夜晨全盛时代的战力 杀他们不过轻而易举 只不过现在只剩下六成战力 否则岂会同他们厮杀这么久 日月斩空 杀 夜晨毫不留守 握住两柄兵器 如若魔神直接杀了过去 很快一句句尸体倒地 八派五家 四十五位入神境二代弟子 全部陨落 这一幕看得纵然胆寒 甚至不少年轻人 都不敢去看夜晨 夜晨杀神啊 好狠的杀神啊 不到一个时辰 居然屠戮我们凌晨 四百余位年轻天骄 如此一个狠辣的杀神 诸多太上长老和家主 真要让他活着离开吗 今日他只是地尊境六层天 来日 若他晋级入神境一层天 不 哪怕半步入神境 是不是就可以一人一剑 屠灭我们凌晨呢 此等盖世天骄 又是昆仑须之主 简直是凌晨的梦魇 在场所有人都胆寒了 很多凌晨的人 这会是彻彻底底 看到夜晨的凶狠 前日诛杀李家伟 对于他们而言 李家伟纵然无耻 却是实力远远高出他们 夜晨杀了李家伟 其实力在他们心中 感觉不是特别明显 但是现在 与他们同样层次 甚至比他们修为 都要高出不少的 凌晨的天骄们 两战 让夜晨屠杀420多人 不由得他们不胆寒 不惧怕 此刻夜晨环顾这些人的 神色和面容 微微点头 第一个目标 已经达到了一半 杀得凌晨年轻一辈 和没有太强实力的人胆寒 用他们的人的鲜血 来证明昆仑须的强势 胆敢动昆仑须 就要面临他的报复 夜晨 大胆 血天门太上长老 神色冰冷如霜 凝视着夜晨 你简直就是魔族之人 杀了这么多天才弟子 你是真不想走出我们灵城了吧 单顶派 单前门等等太上长老 包括陈家和王家等等家主 神色都无比阴逸 原以为这一战 即便无法废掉夜晨 也能击伤夜晨的本源 甚至半击溃夜晨的肉身 没想到 夜晨竟然给了在场所有人 一记耳光 还如此狠辣果决 灵城十三大势力 两代弟子 全部死在一人的手中